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在音乐史上 颇具神秘色彩的曲子 这首曲子传说是匈牙利自学成才的作曲家 鲁兰斯·查理斯补写于1933年的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和《忏魂曲》第13双眼睛 共同被称为世界三大禁曲 它就是 黑色星期天 黑色星期天诞生于1933年 自诞生以来可谓是恶名远播 有人称它为魔鬼的情书 意思是它既充满诱惑又神秘恐怖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 黑色星期天一度肆虐整个欧洲大陆 死在它手里的人多达一百多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黑色星期天成了死神的代名词 人们对它谈之色变 欧洲各国都严令禁止在公开场合演奏 或播放这首曲子 在它的诞生地匈牙里更是被列为禁区 这首音乐的所有相关资料统统被销毁 这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音乐呢 据说一名英国军官在家中 随手拿起了一张新发情的唱片听了起来 音乐听完之后 这名军官就像是丢了魂一样 之后他拿起一把枪引枪自尽 而唱片里放的音乐就是黑色星期天 他成了因黑色星期天而自杀的第一人 因为听了一首音乐而自杀 这样的事情一经报道立刻引起了轰动 黑色星期天就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无独有偶 大肆传播之后又发生了极其离奇的自杀事件 而共同点就是他们自杀前都曾听过黑色星期天 之后当地的一名女警接受了调查此案的任务 为了收集线索 她买了一张黑色星期天的唱片来听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这名女警在听完音乐后竟然也自杀了 事后在她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她的遗言 不用再立案调查了 凶手就是黑色星期天 请原谅我没有办法亲自告诉你们 因为这首音乐太悲伤了 听过之后我决定离开人世 在此之后警方告诫市民 千万不要尝试去听黑色星期天 可越是这样越是有人不信邪 凭着对音乐的了解 她觉得音乐杀人这种事根本是无稽之谈 她找来黑色星期天的乐谱 在家里演奏起来 第二天她就被发现死在了钢琴旁边 并且在钢琴上人们还发现了她的遗言 这是一首悲伤之作我受不了她的刺激 去往另一个世界 请大家毁了她吧 她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 之后这首音乐几经流转传播到了美国 美国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女打字员 借了一张黑色星期天的唱片来听 第二天人们发现她在家自杀身亡 而家中的唱片机里还在播放着黑色星期天 她的遗书里是这么写的 实在是太悲伤了 请把它作为我葬礼的曲目 之后美国陆陆续续又有十几个人 因为听了黑色星期天而死于非命 因为自杀的人不断增多 为此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电台联合在一起 他们呼吁世界各国联合抵制黑色星期天 这首音乐的死亡音乐之名就此传开 黑色星期天来自地狱的消息更是不静而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1968年鲁兰斯本人也因为黑色星期天而自杀了 要说鲁兰斯的死其实还和一个女人有关 鲁兰斯自幼家境贫寒却胸怀大志 她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 奈何资质平平又没钱聘请优秀的老师 完全靠自学 可以说夜这条路走得很艰难 一度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鲁兰斯有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就劝鲁兰斯换条路走 可鲁兰斯听不进去之后两人大吵起来 结果女朋友一气之下离开了她 鲁兰斯万念俱灰 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 她独自在家思念起了女友 忽然原本晴朗的天空空云蜜目 紧接着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鲁兰斯心有所感 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天 之后奇迹发生了鲁兰斯醍醐灌顶 如魔鬼附体般瞬间来了灵感 她走到钢琴前一边弹一边写 黑色星期天便这样诞生了 之后鲁兰斯通过这首音乐挣到了钱 鲁兰斯也如愿以偿地挽回了女友 可再次见到女友的时候 女友自杀了 手里拿着的正是黑色星期天乐谱 鲁兰斯看到后非常痛苦和懊悔 终于在1968年的一天 懊悔的鲁兰斯 手握黑色星期天乐谱 从高楼上一月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黑色星期天的故事离奇而悲伤 让人唏嘘不已 此后关于乐曲的故事众说纷纭 直到被列为世界禁曲 黑色星期天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关于黑色星期天这首乐曲 我制作了两个版本的音乐合集 请点击描述栏下面的链接欣赏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关注支持 谢谢观看